这也太多了吧 这样能突然补出这么完美的西瓜皮 怎么可能不是可能呀 不然咱们今天要挑战一下吧 没问题 狗子们西瓜给你们狗来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挑战像视频里那样 补出一个很忍的西瓜人 我要把那些西瓜皮纹整个气下来 什么什么不是西瓜 那个我才好呀 咱们哪都有你呀 那就是听见你们说的话了 这次表达大皮就在我一个呀 别害怕了 那你就送给我们看看吧 切西瓜皮这种事 对于我这种糟糕好的人来说 简直不在话下 咱们只需要小心一点 仔细一点 就给切出一片完整的西瓜皮了 咱们在西瓜的小肚皮上 清晰地划出一道小口子 这瓜太熟了 真的要自己爆开了 还好还好 我观察了一下 没有消息筋骨 在旁边斜着来一道 咱们再把这个三角连上 接下来就是完整 剥出西瓜皮的时刻了 切啊 这西瓜怎么被我剥烙了呀 我连你下面原师妹的爸爸来的呀 为了他剥的这么刮刮 我剥的这么稀罪呀 这剥刮不成 怎么敢吃刮了 我看你们就是来不吃刮的吧 就是就是啊 还是给你们看看我的西瓜 我的西瓜比小肚子小多了 用大刀肯定是不行了 咱们得用这种精细的美工刀来剥 慢工出西瓜 别着急咱们慢慢来剥 剥之前咱们把他的尾巴给剪掉 按照他的文物 咱们轻轻地给他划了来剥 轻轻一点 啊 这就开了 不是吧 人家裂成大小虎了 算了算了 咱们继续来切 沿着文物一路往下 走走走走走 哎呀好偏啊 我切的还不如他自己裂开的好看呢 现在我要把这一整条都给剥下来 小心一点 把它给撬开 完了这里面裂得也太深了吧 而且骨肉和皮黏得这么紧 根本不可能光滑地剥下来嘛 我吃不了群众吧 我两个都失败了 现在就只能剥我了 不行 我就仔细研究一下他的视频 我知道了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怎么回事 看我的 给我给你们看 切 切 看着没 你成立了吗 我去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你是怎么播出这么完整的戏话的呀 对啊 这个也太完美了吧 你是有什么绝窍吗 当然是绝窍啊 首先呢 我们需要准备两个大小和形态 几乎一模一样的瓜 哎呀 不过他们太脏了 让我来稍微帮他们清洁一下 给西瓜做了一个清洁SBA以后呢 再来带大家看一下原视频 请注意看原视频 在这个原视频里啊 我发现我以下几个一点 首先1.1 这个刀把在上下滑的时候 这个果皮和果肉 根本是已经疯离的状态 1.2 这个新型瓜皮贴下来的时候 里面可是光滑圆圆 但是 请大家仔细看 边缝的果肉和果皮 竟然也是分离的状态 还有这1.3 使得接清了这么大一块下来 是怎么做到这里面的皮肉分离 还能保证里面的果肉不用光滑的 我就不信了 难道它会变活住啊 所以啊 这真相只有一个 哎呀且看我操作 咱们先把这二刮中的其中一刮 给它对半切开 接下来就是大包口服的时候 咱们得把里面的刮羊 给它全部清理干净 哎呀这咋厉害了呢 不过没关系 差不多就行 前后边的最刮皮 咱们差不多复制好了 但是呢还需要用沙纸 把它再给磨得更薄一点 这样才更逼真 复理干净这两个瓜皮以后呢 咱们再来处理一下 另外一个瓜 首先呢我们需要把它的外皮啊 给它全部削掉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 而且咱们可得慢点削 因为这个瓜太熟了 首先是可能会爆掉啊 它已经做了红色的瓜绒部分了 咱们现在来给它打磨一下 小伙伴们 哇我已经打磨好了 现在可光滑的像个圆球一样 咱们再把这个瓜绒 放进这个瓜壳里 虽然正好可以装在 这也太合适了啦 地下的幕说 大家都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的啦 这是一支激光雷射体 炸力的提供 咱们再把这个瓜绒 点击球 甚至太平 点击花 像我们家里这个黑色素料袋 听见浅哥 甚至太平 四个三个月球 变化了各种花蜜色的图案 非常选择 你看 激光雷射体 居然可以给我火茶 点击球 咱们借个架里的黑色素料袋 那威力有这么大吗 我最多我们以前要玩的对啊 要是真有这么大威力 那学伙伴们玩的 是不是很危险啊 不行啊 今天我就得来帮小伙伴们实验一下 但是它到底 是不是跟视频里一样危险 走 咱们去小外部买鸡公鱼去 老师们 鸡公鱼给你们走了 火柴跟气球一样给他们买来了 我还准备了一个超大的分子这个袋 接下来 咱们又来试试这个鸡公鱼 可能的具有多大 首先咱们来看看 是不是真的能夹火柴 咱们先准备一坨橡皮泥 把它固定在盘子的底部 然后拿出火柴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真的火柴哦 轻轻一环 脚滑着啊 咱们把火柴 它在这坨泥上固定住 现在就来试试激光的威力吧 不过在开始之前 咱们还得准备一样道具 什么道具啊 当然是火柴摸进来 变成这个 才能防止咱们的眼睛激光被射到 对对对 小伙伴们千万不要模仿我们 现在这个激光碟 咱们已经安装好了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我们把大部分的灯灯就关上了 尤其提醒一下 小伙伴们可千万不要用它 斗自己的眼睛啊 用它斗自己的眼睛啊 厚重非常严重 当然不要模仿啊 那么废话不多说 咱们实验进去开始 先把激光灯对着火炸头 让我们来瞄准一下 大家注意仔细看哦 真的被填了呀 不是啊 就在刚刚一瞬间 不是吧 这火车真的被点燃了 这激光灯的威力 确实有点恐怖啊 一着急咱们还有第二轮设施呢 接下来我们来吃个黑色塑料袋 咱们特地喜欢这种质量超 超酷的这种塑料袋 咱们从塑料片上 点下一个块 然后用一个夹子给它固定住 现在咱们把镜头对准它 咱们来看一下塑料袋 到底能不能被激光灯给切割 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画得有点难度吧 咱们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咱们先从最上面再说 哦哦哦哦 这个小伙伴没有没有看见啊 这个袋子上 今天为什么会是动 但是我们来进去 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 哇塞 让它出现一个洞啊 别着急 咱们来把这个塑料袋给切开 小伙伴们看见呗 虽然我没有把这个塑料袋给切割开 但是我用激光灯 在上面画了一个十字哦 这个激光灯的穿透感也太强了吧 如果我再照得久一点 它应该能整片都为我切割下一个 那激光灯照过的黑色塑料袋的部分 揉起来居然还有点热的弱的呢 车子的一丝 它就裂开了 之前那两个是谁啊 你们都已经证实了 这个视频的真正面了 现在就只剩下最后一个视频了 你们来用激光红气前往 咱们来挑一个颜色最深的蓝色去行吧 先来给它吹满气 好了 这球已经吹好了 咱们把它用颜度孤零的盘子了 接下来就是来验证真伪的时刻了 噔噔 可以闪光灯 咱们对着气球的表面持续的照射 好害怕 你没照到我吧 你不知道呀 这气球怎么没加反应啊 可能还要再照一回吧 好害怕 你怎么不用照到我呀 刚才咱们照了大概有15分钟了 那个气球怎么一点反应都没啊 你看这里啊 而且小伙伴们你们发现没 那一块被照的地方 颜色明显比其他地方有浅 好像已经被照出了一点干纹了 咱们再见再厉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能固定一个视角 等一下我会把激光灯照在这个圈里 大家一定要注意仔细看哦 来眨眼睛 你看表面已经被射出两个坑了 我在想的什么时候会炸呀 我的手都游凉发抖了 这地方咱们已经照了经历一个小时了 居然就没有爆 咱们再放另外一个地方来照吧 这次咱们照这里这个小黑点 咱们炸死我了 哎呀东东就在炸了 现在都可以证实视频率说的 都是真的啊 所以啊这个激光灯是非常的危险啊 咱们还是尽量在家长的腿腿腿腿 玩它哦 我点的外卖终于到了 哇 哇这汉包好香啊 可以给我吃一口吗 那你只能吃一小口 我我我我我我我只吃一小口 一小口 哇 哇 哇 我都给你吃没了 你不要快走 不要玩汉包 看来这次小路是真的神奇了 嗯 要怎么补偿它呢 哎呀 不如来做一个汉包送给它来 身控大王必备 超清支援图 揪出一坨小可爱 唷 搓吧搓吧 来半个大魔 再来一块肉饼 盖上芝士片 就把双层汉包就做好啦 涂上金色颜料 给我的双层大汉包涂上指甲油 双 这么闪的金汉包 你们见过吗 除了那么 我还做了一个菠萝 现在拿去给小路 双 小路 你看这是我为你做的汉包 还有菠萝 这个捏起来很小的 那我看看 嗯 这个菠萝做的还行嘛 这汉包也勉勉强强吧 一下啊 точки频道 你 我有可以吃的汉包 можем 我在小kim 什么 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